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居大海中卧巧石之外 正西方的黄泉黑路上 凡是善人寿终的时候 有的投生天界或往生极乐净土 如果是功过各半的男人、女人 死后送交第十殿 发放投生人间 或男人转生女人 或女人转生男人 依照个人在世时所造的善恶、姻缘 分别受报 凡是在世恶行较多、善行较少的人 则押入大殿右侧的高台 名为聂静台 台高一丈 镜子有识人圈围之大 向东悬挂 上面横写着七个字 聂静台前无好人 被押赴来的多恶行鬼魂 看见自己在世时心地之艰险 何即将赴地狱受苦的惨状 此时才觉悟到 纵使在世有万两的黄金 此刻半两也带不进去 而一辈子只有罪孽如影随形 照过聂静台后 批借到第二殿 并分发到各地域受种种苦痛的刑罚 假如有世人不去思考天地生人 父母养育我们的身体 是非常珍贵 恩重如山 父母恩 众生恩 国家恩 三宝恩等四恩未报 未奉到勾铁 就擅自轻生 自杀 上吊 服毒 投水等等 除因忠 孝 结 义的德性 牺牲生命 死后为神的之外 假若是因细小的事愤恨 或因犯罪的修饰被发掘 即轻率结束生命 但就其罪 并未至死刑的地步 也有的想嫁祸 加害他人 而弄假成真 轻生弃绝的 以上各种自杀者 门神 灶神 立即压戒本殿 收入饥饿场 与干壳场 这些自杀的鬼魂 每逢虚害日 完全如临死时痛苦的情境 一再出现 有的七或十天 有的一两年之后 压戒其魂魄 再回到寻死的地方 受悔恨折磨之苦 并且不许接受 更犯 纸薄等祭品的祭拜 假如自杀的鬼魂 自知忏悔 恋心守藏 不献出 鬼隐魅形来吓人 也不乱找 替死的人 那么等遭他 千类的人 已经脱离千类的时候 门神 灶神 再将此鬼魂 压戒到本殿 转发到第二殿 重新考察 教对他的功与过 从众加行 再另地交各殿 地域去受苦 假如曾经 生起现行吓人 或找寻替死的心 或用这些言语吓人 诈人 虽不至于让人死亡 那么 即使再生 曾经行诸善事 所有地域 也一概不准 解免其罪行 凡是轻生死亡之后 毫不收敛 回隐魅形 以致惊吓 令人丧命的话 立即逆轻面獠牙的诡异 勾到各地域去受苦 刑罚齐满之后 发配入阿比大地域 永远用锁链吊扣住 不许超生 凡是出家人 道士 拿人的钱 为人败送金颤 遗漏字句或夜卷的 就带来本殿 发进补金锁 各个送入内藏金颤 黑暗的小房间内 在他所遗漏字句之处 一概都清显明白 补送清楚 此处设有油灯 储存数十斤的油 只用一根细线点着 有时明亮 有时黑暗 不能一口气 就很快地补送完足 如果原本清修的出家人 或道士 却生起贪心 望求信徒供养 以享受的人 也得在此补金 一般在家修持的 善男信女或出家人 十分诚心 心口易如地 拜念一切经 咒 佛号 即使有错误 遗漏 然而 重在诚心 而不重在字句 类似诚心 修持之人 佛开示 不用补金 每月初一 并将其功德 记载于善极之中 世间之人 若于每年的 二月初一日 向西方制成的礼拜 将评诉念佛 诵经持咒 及持戒的功德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并且发誓 精进去修持 尽力地弘扬佛法 利益一切众生 那么 受终之后 立即蒙佛接引 往生极乐 一般人都知道 自杀是不对的 但是想不到 自杀后 要承受的果报 是如此严厉而痛苦 如果每个人 在世的时候 都能听闻到 玉利宝钞中 所描述的 了解自杀后的真相 相信就没有人 会想自杀了 嗯 不错不错不错 诸位细枝 能够生为人生 是十分难得的 正当活着的时候 应当把握今生的姻缘 多做利益别人的事 并承担与忏悔 往昔所造的过错 才能保障自己 将来转生善道 这才是最切实际的事 况且 因斯与阎王的存在 也是毫不虚假的 现在呢 我就来讲一个 谭虚老法师 亲身经历的故事 你们就知道了 在民国初年 在西元1911年 佛教的高僧 谭虚老法师 他年轻时 见到邻居在结婚当天 得了疟疾传染病死去 感受到 人命无常 当年他回家 也肚子痛 一会儿 便昏死过去 虽然死了 可是迷迷糊糊 像做梦 见了两个鬼 把他架着 飞过了很多座山 来到一个 看起来像 衙门的庙门口 两个鬼 把他往里面一丢 哼 进去吧 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自己已经死亡 来到阴间了 心里非常难过懊恼 担心母亲 过度伤心 在等候的时候 看到一个 在写字的管杖先生 就跟他套交情 我犯了什么罪 你现在 已经是死了的鬼 要由阎王来问爱 我能转生吗 我不知道 过完堂 你自然明白了 那请问 民间诵经招魂这事 究竟是真是假 有用没用呢 这事不假 阴间确实有这回事 你看看墙上的木板 这些板子上的名字 就是刚死不久 提到此处 等他后人来 送经抽度的 如果过的日子太久 就不容易往外提了 不久那两个鬼 把他推进去一座殿堂 殿堂里面 黑漆漆的 你是王福婷 你知道吧 你已经死了 现在 该你转生了 转生 还不知转到哪里去 一旦转生 想回家 也回不去了 母亲不挂念我吗 我有罪吗 我今生也没做坏事 才刚刚要学好 你无罪 但是受限有定数 不能质疑你 我在世的时候 听说诵经能增售 我的经白送了吗 在我旧父死时 我也很怕死 当时有人送 高王观世音经 且说 送一千遍 可以免灾不死 于是我请了一本 用两天一夜的时间 把一千遍送完了 诵经不白送 你在十七岁 就已经该死了 给你增了五年寿 到今天二十二岁 这不是诵经的功德吗 既然诵经有好处 如果你放我回去的话 我再继续诵经 我每天送十遍金刚经 阎王听了他的话 就答应了 于是就命令 两个鬼差 把他送回去 在路上走得很快 还是原来的路 进大门之后 听母亲哭得很哀痛 他的尸首在炕上 顺躺着 那两个鬼差 把他送到原来的尸首跟前 从后面一推 哼 你快养吧 这个时候 他像做了一个梦似的行 回头看看外面 已经红日三竿 把他送过来的尸首 下族 过来的尸首 我再用一条 去尸首 100路 这个时候 我再用一条 你快养 过来的尸首 你快养 你快养 我再用一条 你快养